另外沿海渔业资源日渐枯竭 先政府是配合台湾渔业永续发展协会 在石城海边与渔梯方式放流13万维的黄旗鲦鱼苗 富裕海洋生态 台湾沿海的渔业资源日渐枯竭 为了富裕海洋生态 先政府配合台湾渔业永续发展协会 昨天下午从屏东再来13万维的黄旗鲦鱼苗到石城海边 并由永续发展协会人员现场快塞检测病毒 体长是否达到5公分以及数量相符等等工作 在完成检验以及点收的手续之后 马上利用渔梯方式放流这13万维的黄旗鲦 期许能为沿海生态资源带来更大的效益 这是黄旗鲦 大概23万维左右 这次放流的鱼苗先进行中间育成道体长5公分 并通过的药物残留检测才进行鱼苗放流 对贵山岛附近海域有丰富的浮游生物 正适合黄旗鲦这种岩礁贪食的鱼种气息 因此选择在这边放流 有助于鱼苗的成长 预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生长为成鱼 整个白旗鲦和代理的地方都是礁石很多 很适合凶贵调查 很适合黄旗鲦的放流 所以我们每年有放流不足不相似的鱼苗 都在附近这边放流 县府已经运会表示 海洋资源的保育需要政府以及全民齐心协力 为鱼鱼即调刻在阻破黄旗雕石 请配合将体长不到30公分的小型个体 返回大海继续生长 以共同维护渔业资源的永续发展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